大家好,我是Vivian,欢迎收看今日快讯 奇闻趣事 最近印度机场接获了一名男子走私黄金 犯人竟然将四包共重近一公斤的黄金糕 失入植场收藏 但被执法人员发现他体内有移物 按X刚见到其植场位置有四个包园形金属 取出后证实是黄金糕 当局指这批黄金共重909.68克 价值约420万奴比 根据英国独立报报导 上月27日一名男子谢利夫 从曼尼普尔邦的欣柏尔国际机场 准备搭飞机飞往新得里 但他在登机前被CISF拘留 检查员发现他体内藏有金属 但问他在什么金属时 他拒绝回应 谢利夫随即被带到体检室 经X刚照射旗下本身检查 显示他的直场位置藏有数包金属 在CISF及海关部门警告下 男子承认走私黄金 谢利夫声称自己只是负责偷运 黄金并不属于他 他后来移交由海关进一步审查 而在被拘留24小时后 星期二获准保释 当局指谢利夫没有同类案底 正追查他在就私案中的角色 网民看到照片后笑称 就私犯体内真的藏有金蛋 又笑问他是如何将 这么大团的黄金膏塞入体内 不过有网民都认为 幸好他只是藏了黄金 900克黄金总比900克炸弱好 更多更详细的新闻信息 请留意今晚6点更新的《今日快讯》 再会